《大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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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姓兒》 《鄭新怡》 和陳昊明老婆蔣麗莎 這天一同出席電影 櫻桃小丸子首映禮 大東更首次以廣東話為電影配音 唉唷 還行嗎你 哇 我覺得是最有挑戰性 然後也覺得很榮幸 因為怎麼說挑戰性呢 因為挑戰不是自己母語的語言 應該說挑戰不是從小到大 說的語言 但其實廣東話是我的母語 因為我是廣東人 其實應該要說 應該要會說粵語的 但是從小我爸爸不知道為什麼 我爸是廣東人 但他都跟我講台灣話 對啊 爸爸你不知道 我有一天是要幫電影配廣東香港話的啦 提到這個月就是大東的生日 每年都會與粉絲舉行派對的他 最近還學習了幾道菜 跟粉絲們慶祝喔 其實最近有學幾道簡單的菜 那不外乎是跟我一起慶祝 我覺得身為一個男人 也要有那種 原來男生也可以男主內 然後我在裡面煮 你們負責吃 然後我也可以為你們服務 然後你們幫我慶祝這樣 提到胡姓兒好姐妹胡定欣早陣子失戀 你有好好安慰她嗎 她還好啊她還好 所以 反正之前我們是剛好一起去旅行嘛 所以 我覺得她心情還挺好 還好 所以也沒有需要怎樣安慰 對 另外 蔣麗莎這天更單人匹馬 帶著四個小孩出來看手印啊 陣容不容忽視 其實我也習慣了 因為每一次出門都是一拖三 那現在就是一拖四了當然 所以我覺得這種陣容越來越大 我就每一年都會增加一個嘛 所以我覺得已經慢慢開始習慣 現在我身邊的朋友 有可能都不敢約我們出去吃飯 是因為我們家的人太多了 出去吃飯 然後每一次浩鳴跟我們 跟我就兩個人 再加上四個小朋友 再加上兩個工人 就把別人一桌子的那個桌子 已經坐滿了 所以很恐怖我們 而現在也忙於自己 曲奇餅生意的鄭欣怡 更希望多多向這方面發展啦 生意還不錯喔 不錯啦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比較忙的東西 就是中秋節的餅乾 其實我希望在我這個 曲奇餅生意方面 可以有更大的發展 但是要多一點時間去慢慢做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